起初听到缅甸小孟拉时,以为就是一个离中国边境打落最近的缅甸口岸,心想可能除了建筑和人的长相什么的都差不多,其他方面还是很大区别,比如钱币啊,比如饮食啊,哪里知道去了一趟才知道,小孟拉简直大出我意料之外啊。 我们从网上搜索后,在打落口岸的一家五星旅行社,金孔雀国际旅行社打落分社办理的出境游,也就是缅甸胆帮东部第四特区首府小孟拉一日游,费用360元每人,包含四个景区,中年有一大金塔进度管沃佛小孟拉全景。 办理过程非常迅速,不到二十分钟全部搞定,包括我们自驾的车,也由这个旅行社办好了全部手续,这也是我家爱车第一次拥有出国的证件,很炫的说,哈哈。 除车辆驾驶员以外,所有人都和导游,从出入境大厅出关和入关,然后步行至缅甸国门和车辆会合。 司机在关口窗口,还要拿之前那些单据盖章,方能驾驶车辆,驶入边境缓冲地带,接乘客上车继续前往小孟拉。 每个小团都要配备一个导游,我们的导游自然跟我们一个车。 在去小孟拉车上时,就听导游简单介绍了下,说这里是缅甸的第四特区,有着很多跟缅甸不一样的地方,比如不是缅甸口岸,持签证不能和中国互通,也就是说,你有护照和缅甸签证,也过不去,就算偷偷跑过去了,也进不了缅甸其他地方。 缅甸只能办边境证,游客只能办一日游的旅游证件,而游客的一日游,还必须要有导游陪同一路。 包括在那边做生意的中国人,也是办的边境证。 还说小孟拉的最大老板是个中国人,娶的是澳门赌王的女儿,所以小孟拉被称为是博彩业天堂,自然也衍生出了其他行业,算是当地政府默许的吧。 导游带我们去了小孟拉的几个景点,一个山顶的佛教寺庙大金顶,一个山脚下的卧佛寺,卧佛寺烧香,还可以微信支付,让我们有一次感慨了。 本来还要去看禁毒博物馆,但是因为在维修无法参观,随后在我们强烈要求下,导游带我们去了当地市场吃饭,我们还要顺便考察下当地民生。 这个市场很大,门口的招牌金币辉煌,只是上面染了不少尘埃,周围还扔了不少垃圾。 门口居然贴着很多招工告示和租房告示,而且全是中文中文中文。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,我揉了下眼睛再次定睛一看,真的是中文。 门口还有中国移动的营业厅,难怪手机依然有信号,发个朋友圈发个小视频什么的完全无压力。 这还不算什么,让人深感震惊的还在后面呢。 一走进市场,首先买个当地菠萝吃吃,第一是看到卖菠萝的姑娘还挺好看,脸上擦了当地的一种防晒植物粉末,第二是姑娘还能讲一口琉璃普通话,闲扯了几句,人家是纯正的当地人,而且姑娘大力推荐说当地菠萝很甜,吃了不后悔,那就买上五元的绝节可。 果真,这个当地菠萝又甜又多汁,非常解渴。 小孟拉的民族主要以免族,胆族为主,不知道这些包头巾,穿花裙卖水果的妇女是什么族? 请知情人来揭答下哈。 在往市场深处逛去,各种情类蛋类肉类蔬菜类都有,还看到卖生鲜的小龙虾,问及价格,老板说五十元一斤, 比国内稍微贵一点点,当时我还在想,看来缅甸人也喜欢吃小龙虾哦,中国的美食不光传遍了大江南北,还传到缅甸小孟拉来了,国货,很牛。 正是鸡肠碌碌之时,那些卖盒饭的就将我们吸引了过去,盒饭最便宜的八元一份,当然是全素菜,没有肉蛋管饱,有肉的好像就要十几元一份了,感觉跟国内差不多。 看了下菜有哪些,不说品种一样,炒制方法几乎也一模一样,要不是父母已经坐到旁边餐厅去了,我铁定得吃一份感受一下。 最重要的是,这里可以用人民币,用微信,用支付宝,我的天,我是在缅甸还是在中国啊? 我开始恍惚了,我再次抓住买单大姐的手,睁大眼睛使劲确认了一遍,没错,真的是人民币,哈哈,突然觉得很自豪。 后来导游才说,小梦拉好多中国人过来做生意,修路的,修房的,还有开餐馆的和其他生意的,当然可以用人民币了。 我们吃的这家餐厅是一家重庆人开的餐厅,环境就不说了,干净即可也不要挑剔了,味道也还可以,水煮肉片麻辣鲜香,回锅肉炒的还算正宗,酸辣土豆丝也还不错,最重要的是老板一口重庆香音,听得我们好生亲切。 P先生还带菜市场碰到一位重庆阿姨,她在我们旁边听到我们用重庆话交流,主动来招呼我们,她说她女儿在这里开个小海鲜爆炒馆,生意还不错,做了好几年了,我不经汗言,想梦拉这个地方,我来之前听都没听说过,人家就在这里淘金了好几年,早赚了个满堂红,所以说啊,资讯很重要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